离合国气候变迁大会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有一场应对气候变化的周边会议 超过1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 都在探讨一项永续又健康的饮食系统 全球有8亿人口长期面对饥饿问题 贫富悬殊也造成营养不均 离合国农粮署的报告发现 浪费食物的行为必须即刻改变 这场会议结合了绿色素食 全球森林联盟 离合国农粮署 慈激等国际组织 一同向世界发出呼吁 我还想要记得 咖啡店饮食物的食物 每天都吃了一大量的食物 如果我们有更健康 有更健康的食物 在餐厅里面的食物 在餐厅里面的食物 影响会很快变化 因为每天都吃了一千人 绿色素食Provet 常年在欧洲协助中大型机构 从肉食转换为素食企业 效果非常显著 现场与会者对会议内容赞赏有加 气候变迁直接影响了全球的粮食供应和分布 但是有能力改变这一切的关键 则在人类的嘴上 珍惜食物 减少肉食 大爱新闻黄恩廷 黄玉美林英义 西班牙马德里报道